中国知名的民主活动人士郭飞雄去年因声援南方周末员工抗争而被中国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从今年的5月9日开始 人在狱中的郭飞雄为抗议在狱中遭受的迫害开始绝食 如今已有三周 而在监狱外 关注郭飞雄的人们也发起了接力绝食救援郭飞雄的活动 迄今已有226人参与 5月25日 郭飞雄关注组发表了一封至联合国的公开信 呼吁联合国关注这起事件 现在我们就连线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女士来谈谈有关的情况 张青女士你好 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郭飞雄现在还在狱中坚持绝食 那么她的身体状况如何呢 现在她的身体状况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因为郭飞雄的姐姐呢 跟监狱里面打电话 她希望透过电话能够了解一些信息 但是她的两次电话都没有被接听 然后呢 我们也申请律师会见 律师会见也受到了阻力 就是中共当局就是 首先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不要接你 代理这个案子 但是后来律师在坚持代理的情况下 他们昨天已经正式的拒绝了他们会见的要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知道她的身体状况 我们非常的担忧 希望外界多多的关注 那我们再来谈谈这个关注组给联合国发的这封公开信的情况 那么首先 江金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封公开信大概都谈到了哪些内容 有哪些具体的诉求呢 我自己也写了两封公开信 你说的这个关注组写的这个联合国的公开信 我还没有看到 所以这一点我还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也给她写了两封公开信 这个呢 就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对这个郭飞雄 在军医里面受到虐待的问题 能够对中共当局直接发出谴责 因为中共当局 中国是联合国的这个签署国 这个联合国的人传理事会 他是应该有权利来管这一部分的 所以呢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成立独立调查组来调查这个监狱和看守所的这种食品安全问题 我非常的怀疑这个是跟食品的安全有关 那么张建宇是到现在为止 联合国方面是否有回应呢 他还没有直接给我有回应 但是因为我的公开信是通过中国人权发出去的 他说可能会有一些回应 可能他们在急急地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他这样跟我说 好的 谢谢张晴女士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